2020年巴菲特股东大会在奥马哈召开 一年一度投资盛宴 疫情影响股东大会在线上举行 不会在他的家乡出现 然后巴菲特说 关于疫情我和大家了解的是一样多 结果可能不会更坏了 现在已经121万了 就是不会有更坏的结果出现了 巴菲特称 在学药的时候会计学不错 但对生物一塌糊涂 所以我对病毒疫情的了解和大家是一样的多 结果不可能再坏了更坏了 我目前还无法完全预测 疫情未来的发展 你们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 疫情的致死率 没有1918年西班牙流行大病毒的高 但传染性很强 近期各国针对病毒的封锁措施 是相当大的一个实验 相信美国经济能够克服病毒带来的困难 巴菲特说 不要下挫赌注 做空美国要小心 我余生都会压住美国 他认为美国现在还是势不可挡 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阻止美国 美国奇迹美国魔力能够战胜一切 这一切也不会例外 这次危机和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人们在失去信心的时候并未看到股市的潜力 长期看股票回报会比国债高 别把它当作赌博 分散投资比较好 现在要购买航空公司的股票 风险更大 美国经济有一些关闭的趋势 我们现在运作收益比疫情前低得多 美国这个趋势都在发生 我们现在运作 某些我们的业务关闭的状况 还要更严重 我们保险业务我们铁路公司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原来他们的营业是非常理想的 现在是受到了影响 航空业现在充满了挑战 不知道美联储采取后果 采取行动的后果 但知道不采取行动的后果 疫情爆发后 美联储不是什么都没做 相反美联储在加工